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i everyone, 我是Korey道士, Happiness University,熊仁謙 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勇於表達才是王道 上一個禮拜我跟一群朋友去看電影 然後呢在看電影的過程中 坐在我後面的一個男生 不停的跟他的不知道是女朋友還是女性朋友一直講話 他的聲音也沒有到很大 可是你知道就是那種很像 我們英文說很Buzzy就是一種很碎唸的那種聲音 然後從頭到尾大概持續了大概快十分鐘 在那個過程中我很多次想要轉過去跟他講說你可以安靜嗎 但是因為都顧慮到其他人的看法 所以沒有直接轉過去告訴他 那時候我內心就給自己設了一個底線 再五分鐘如果他沒有安靜下來我就要叫他安靜了 後來的確他過了五分鐘之後還持續講話 那我就轉過去 算還蠻有禮貌的跟他說可以請你安靜嗎謝謝 那他也注意到他的聲音太大了 所以就再也沒有講話了 後來我跟我的朋友分享 我發現其他朋友告訴我說如果是他們 他們就會忍 他們不會讓這件事情發生 或者說他們不會主動去跟人家說要安靜 他們可能就是默默忍著 然後忍一整天 甚至可能到晚上回到家裡面呢 才開始在自己的臉書或者是 在IG上面靠背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在臉書上面看到很多粉絲很喜歡靠背 各種各樣的單位或是各種各樣的個體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況 就是說我們往往在面臨到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不敢在當下表達自己的看法 然後呢 因為不敢表達自己的看法 這件事情在自己心裡面瘀了一天 或者是在自己心裡面想了一整天 然後到了晚上才知道對著朋友 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去發洩自己的這種想法跟情緒 但這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 有些事情你當下講了可能只要五秒鐘 但你選擇不講 最後你卻要把這件事情悶在心裡面 悶了一整天 事情不但沒有辦法解決 到了後面你可能會開始反悔說 我當初應該跟他講的 我剛剛沒有講 為什麼我剛剛沒有講呢 就開始自我批判 然後開始想說 這件事真的好煩喔 然後到最後才只好看人家發現 我們在公共場合 或者在很多人的地方 我們往往不敢去表達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往往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怕被大家關注 甚至於被大家關注之後討厭 舉個例子來說 我有一些朋友到店裡面看電影的時候 他其實尿急想要上廁所 可是因為他坐在正中間 他坐在一整排的正中間 他怕他站起來去上廁所的時候呢 會干擾到身邊其他人 人家會討厭他 所以他可能就憋尿 憋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到最後才去上廁所 但其實如果你靜下心來好好看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你身邊有一個人 站起來去上廁所的話呢 因為你專注在看電影 所以你可能只會被他打擾個兩秒鐘 但之後你就會把專注力放回電影上面 你並不會去太在意他對於你干擾這件事情 同樣的 當我們干擾到其他人 或者是我們 努力的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我們勇敢說出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其實情況 並不會像我們想的那麼糟 大部分的狀況反而是說 當我們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給對方知道的時候 對方其實他本身並沒有任何的惡意 他只是一開始沒有意識到他的這個行為 或他說話的聲音太大影響到別人 而當我們倒置他的時候 他注意到了 同時我們告訴他這件事情 根本不太會引起大眾其他人太多關注 人家可能只會看你一兩秒 之後呢就繼續忙著做自己的事情 那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害怕表達呢 如果我們知道這個道理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根本沒有一個原因 讓我們要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 因為一來 當我們表達自己的想法 其實不太會有太可怕的後果 二來呢 其他人其實根本沒有那麼關注我們 我們怕我們說什麼話 會因其他人的關注 其他人會討論我們 覺得這個人很沒有禮貌 怎麼在公共場合叫人家安靜 或者是怎麼在公共場合 大家看電影的時候 站起來就上廁所 但其實是我們想太多了 別人根本沒有那麼關注在我們的身上 不但如此 如果我們敢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其實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處 這些好處跟要怎麼樣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的方法是什麼呢 我會在下一支影片與你分享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到我們快樂大學 我們可以在Happiness University的臉書 跟YouTube按讚與分享哦 試試看吧 你會更快樂的 Give it a shot You will be happier 你會不會啊 你會不會